国家主席习近平19号在北京会见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巴杰瓦 巴杰瓦首先转达阿尔维总统和伊姆兰总理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 习近平表示感谢 并请巴杰瓦转达对阿尔维总统和伊姆兰总理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说 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 是铁杆朋友 双方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了高度一致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巴关系 双方在彼此重大关切问题上保持高度互信 并造福两国人民 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复杂多变 两国相互支持 相互帮助 互利合作 取得丰硕成果 顺应了时代潮流 双方应继续加强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支持对方 习近平指出 近年来两军合作不断深入 取得了许多重要务实成果 对巴高度重视军队建设及在捍卫国家安全和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赞赏 两军应进一步深化推进各领域各层次交流合作 坚决打击恐怖势力 确保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安全 为两国共同利益和共同发展提供可靠安全保障 巴杰瓦表示 巴方坚定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不管形势如何变化 巴始终把发展对华关系置于对外关系的首要战略位置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与中方始终站在一起 巴方对中方为巴提供的各方面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愿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军队的战略沟通 务实交流 反恐合作 共同提升应对各种安全挑战的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